一家废弃的医院 却经常传出恐怖的吼叫声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敢猜除它 它就是美国著名的闹鬼圣地 约克镇纪念医院 这家医院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1951年 由罗马天主教的费利西亚修女会建造 专门用来救治训酒和吸毒的人 但奇怪的是 在使用期间 有2000多名病患进去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于是这家生命狼藉的医院 在1992年因为缺乏资金 只能宣布废弃 从那以后 马家屯的居民就老能听见医院里 传出奇怪的声音 甚至在2015年的时候 一家新闻媒体还进行了实地探访 钱馆他们还真的拍到了奇怪的事情 在拍摄最后 记者表示这些现象实在解释不了了 临走还对观众留下一句忠告 这家医院一直处在马家屯主 直到2018年有个警察在医院执行时失踪了 当时俩人接到报警 说医院内有人活动的声音 他们怀疑是有不法分子在这聚集 根据执法记录仪显示 俩人走到一个插道口后 突然决定分头搜查 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会出意外 警员大盘在教堂发现了一口关灯 他上前查看的时候 身后的门突然关上了 路线也到此为止 另一边 大盘的搭档看到了一个东西滚了过去 他跟过来一看 顿时吓懵了 惊慌失措的搭档赶紧往外跑 但跑着跑着 他听到了一声吼叫 然后录像就结束了 大盘的媳妇大美 一直沉溺在丈夫失踪的悲痛中 他不止一次找警察局长 询问丈夫失踪的原因 他对方都是以骚扰为由 闭口不谈 直接将他赶了出去 这局长明显是在隐瞒 他大美没招了 他绝对亲自寻找真相 并把这过程拍成纪录片传到网上 大美来到丈夫的搭档嘎子家 嘎子从医院出来后就疯了 明显是遭受过极大的惊吓 他总说自己能看到大盘的脑瓜 甚至还掏出枪直接对大美开枪 幸好枪里没子弹 俩人吓得赶紧离开了屋子 在走访周围的村民时 一个老太太提供了信息 说事发当晚 她拍到了一段恐怖的声音 不管这是谁喊的 他显然不像是个阳间的玩意 于是到了半夜 大美打算闯入医院寻找线索 他们在墙上拍到了一个符号 但很不巧 大美在翻墙的时候 被寻警给发现了 结果这一趟不光没啥守护 还被罚了两千块钱 事情发生转机是在两朝后 这天嘎子突然清醒了 他给大美打电话 说自己把事发当晚 所有的出警记录偷了出来 让大美赶紧来去 大美杀了人来到嘎子家 可竟然一看脸傻了 嘎子生大伤也坐在沙发上 已然也恨东北 大美也顾不上现场了 趁警察来一下 拿走了桌上的U盘 注意看 这是美国德州的一位警员 用执法记录一拍下的恐怖一幕 画面中 警员进入屋内搜查时 发现角落里躺着一具遗体 毫不得血迹表明 这人已经也恨东北了 警员正要上前查看 警员跟着人影来到里屋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正背对着她 她大声警道 让女人趴在地上 可女人压根不搭理她 看到这一幕大美下单了 显然马家屯发生的怪事不止一件 警察似乎是隐瞒了一个大秘密 怀着忐忑的心情 大美找到了丈夫大潘的执法记录 这是大潘失踪的三天前一个非法入侵的案子 大潘来到报警人的家中 穿过一个个黑暗的房间 最终在浴室里发现了一个削手印 紧接着一个面具男突然出现 他嘴里念念有词 大潘为了自保 连开三枪打死了男人 随后大潘找到报警人 发现他被绑在一个如同祭坛的地方 已经隐恨东北 背上还画着一个眼睛 看到这大美突然想起来 之前他们在医院也见过这个符号 大美上网搜查面具男的资料 故意中发现面具男有个弟弟 于是大美立刻联系弟弟和他约了见面 弟弟名叫王刚蛋 和他哥哥面具男 一直在研究燕利安萨满文化 但哥哥显然是走火入魔了 开始搞起了活人祭祀 得知大美在找失踪的丈夫 刚大说这简单 我做个法的事儿 晚上你带你老公的贴身物品 到那个娜娜娜找我 大美拿出笔记 问他这眼睛是啥意思啊 没想到刚在一看 顿时脸就变了 原来啊 萨满教有个心术不正的女巫 叫红妹妹 这眼睛就是她的标志 这红妹妹不想面对死亡 于是她研究出了长生不老的邪术 一到晚上就跑出来 用活人的血肉维持身体的不朽 结果有一天 红妹妹发现了约克镇纪念医院 这里都是殉酒吸毒的闲杀人员 死了也没人在乎 于是红妹妹开始了快乐的蜘蛛餐生活 过得那叫个开心 后来虽然医院倒了 但在地方一直没销定过 时不时的就有人失踪 得知了情况 接下来就开始整活吧 钢带摆好祭坛 然后一通呜呜呜呜 开始了通灵仪式 没过一会儿 对讲界里传来了丈夫大喊的声音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意外 屋里灯灭了 一个诡异的人也出现在旁边 紧接着钢带嘴里伸出了 一根细长的手指 两人见情况不对 赶紧撒压着跑回了车上 可觉得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钢带在路上晃悠 画面一转 大喊已经逃回了家 这次的警力让他捡信大喊还活着 他怀疑大喊是被红妹妹困在了医院里 于是他再次趁夜来到医院 准备和阿飘正面碰一下的 你绝对想不到 一所废弃的医院里 会藏着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大美来医院寻找失踪的丈夫 结果他一扭脸 身后梦眉出现了一溜宽水瓶的 大美有点害怕 于是他跟着瓶子来到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的桌子摆了一盒瓷带 这些瓷带都是当年病患的路线 可其中一个居然写着大美那名的 瓷带的内容 是一个医生在审问大美 说大美是个精神病 其实根本没结过婚 大美永远待在医院里 大美又继续找了半个小时 结果他在走廊中 看到了一个远古鬼的东西 紧接着对面过了一个人 这一人正是嘎子 俩人就跟时空重叠了一样 看到了当时嘎子的所见所闻 大美跟着嘎子来到教堂 也就是大盘失踪的地方 我不信然 他们在旁边的小屋里发现了大盘 此时的大盘受到了极度警戒 已经变成了疯了 大盘目光的歹字 一直念叨着一句话 四周不停传出怪物的吼叫声 沙丫开始摸黑往门口跑 被眼看就要除去了 一扭脸大盘又不见了 没招了 大美只能让摄像师先走 自己带着夜色摄像机去找大盘 大美一路小跑回到教堂 结果就看着大盘的一个怪物给挟持了 大美也顾不上大盘了 赶紧沙丫子跑到二楼 躲进了一个房间 没一会儿 怪物也跟着找了进来 好在怪物不会夜市 还看不见大美 可就在大美以为自己安全的时候 大美吓得一通跑 连鼓都带爬的来到了大门口 可马上就要跑出去的时候 大美被怪物给抓住了 怪物抓了大美的腿 把他拉回了医院 慌乱之中 摄像机也被扔在了地上 第二天早上 担心大美的摄像师又拐回了医院 他挨个房间找了一遍 都没见大美和大盘的中影 连遗体都没见脑 随后摄像师来大美家整理东西的时候 从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一个隐藏视频 这条视频是警方修复了大盘失踪时的录像 而录像的内容 这是大盘失踪前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 画面中的女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红妹妹 最后那个曾给大美提供过信息的老太太 给摄像师发来了一个视频 视频中的六玩路过医院门口 看到医院窗户上有个人影 正如之前池袋里内容一样 大美永远地留在了医院里 成为了红妹妹的口粮